巴菲特讲述两位中小创业者的成功故事 好的生意自己会运转 沃伦 巴菲特在这场峰会闭幕时尚致辞 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 面对在场的2200多位中小创业者 他讲述了几个由衷赞赏的企业家的故事 他们都看似普通人 但通过日复一日的努力 将平凡的小生意变成了非凡的大公司 巴菲特认为 这些创业者的背后存在许多共性 和值得普通人学习的地方 以下为演讲全文 2010年 我刚满80岁 应邀去拉瓜迪亚社区学院 我遇到一个很了不起的群体 无论是男性 女性 西班牙裔 非裔美国人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们雄心勃勃 不安于现状 愿以全力以赴的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己 当我9月22日 参加他们毕业典礼时 看到他们的父母 在孩子拿到学位的一刻 喜极而弃 他们的配偶 兄弟姐妹云有荣烟 我被深深打动了 所以我后来去了 西奥尔良 芝加哥 底特律 克里夫兰 巴尔迪摩 也遇到很多了不起的人 所以 我想告诉你们几个小故事 我们会从中汲取一些经验 有两位朋友 以数千万到数亿美元的价格 各自卖掉了一家公司给伯克希尔 也就是卖给了我 巧合的是 他们都是以2500美元起家 启动资金完全相同 那是他们在世上拥有的一切 朋友一的故事 从木布什丁到家具业巨头 其中一个人 是1917年抵达西雅图的 他依据英语也不会说 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福特 多奇 艾奥瓦 红十字会 把他带到了艾奥瓦的福特 多奇 在那里 他与多年前来到这个国家的丈夫重聚了 他在福特 多奇住了两年 感觉自己像一个笨蛋 他学不会英语 一个词也学不会 他们于1919年来到了奥马哈 在那里 他发现了一个小型的俄裔犹太人社区 因此 他开始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当他的长女上学时 他会教她母亲 当天在学校学到的单词 这位女士名叫罗斯 布姆金 花了二十年时间存钱 先是把她的兄弟姐妹接到美国 后来是她父母 她已出售二手服装卫生 卖一次旧衣服 可以获得五十美元 这期间 她生了四个孩子 到了1937年 经过二十年 她存了2500美元 去了芝加哥 买了她能买到的家具 她的梦想 一直是开一家家具店 这位从未上过一天学的女士 带着2500美元 但怀着这个房间的人们 只在场的中小企业家 所具有的同样的梦想 并为之努力的精神 建立了自己的生意 并在1983年 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 将生意卖给了我 2017年 这家公司的市值达到了15亿美元 家族的第四代人 正在这家公司工作 罗斯 布姆金女士 一直为我工作到103岁 然后在她退休之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这对伯克希尔的所有经理人 来说都是一个教训 不要过早退休 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布姆金女士 一开始只有2500美元 她不会读也不会写 但是她开了一家家具店 她带来的家具 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但她带来了一种成功的决心 她知道 她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工作 她知道关心她的顾客 她在非常低的毛利率下工作 但她建立了惊人的生意 我还看到另一位女性 用2500美元 做了类似的事情 我为她的生意 支付了数亿美元 所以我决定追溯到源头 找到这些人 我不想别人来围着我 向我索要数亿美元买他们的企业 我想要更早地到他们中去了解他们 所以我一直在关注中小企业家这个群体 朋友二的故事 从二站飞行员到租车霸主 下面是另一个小企业主的故事 我去找她想买下她的生意 她拒绝了我 但这是非常明智的 她生于1922年 比我大八岁 我们称她为捷克 住在中西部 故事的一开始 我先告诉你们一件事 也许你们可以猜出这个人是谁 她创立的公司每年雇佣的大学毕业生 比美国任何其他公司都多 这位捷克命中注定要这样做 但她自己并不知道 捷克在大学只上了一年学 然后退学了 她对学校真的不感兴趣 她退学的那年是1941年 美国受到了攻击 珍珠港事件 她来到陆军航空队征兵处报名参军 但她因为对花粉过敏而遭到了拒绝 她又去了海军 他们接受了她的申请 把她安排在一艘航空母舰上 她在二战期间 驾驶小型战斗机 获得了两枚截除飞行十字勋章 退伍后 回到了中西部 当时她23或24岁 回到中西部后 不停地换了几份工作 最后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 成为一家凯迪拉克经销商的一名二手车销售员 35岁时 她获得晋升 在经销商办事处 她对老板说 我可以和你一起做点汽车租赁业务吗 老板说可以 如果你愿意把薪水打对折 于是她拿出了2.5万美元 成为了汽车租赁公司的合伙人 开始捷克只有七辆车 生意进展的相当缓慢 事实上 她做的其中一件事是 无论电话何时响起 她都会让他想三杠四声 这样 人们就会认为 她正在忙于接听其他电话 但这其实是她一天当中 唯一会接到的电话 她的第一个生意还不错 但并没有真正做得很成功 40岁时 她决定带着17辆车 进入汽车租赁业务 她要面对安非市 赫兹以及类似的巨头竞争 这些公司有数万辆汽车 当时她只有17辆汽车 她的汽车和他们的汽车 没有任何不同 也是从通用汽车 福特和克莱斯勒购买的 她无法获得机场周围的好地段 因为这些竞争对手 已经全部占据了 但她决心提供给顾客 更友好的服务 比消费者见过的都要友好 于是她成立了一家新公司 以她在太平洋上服役的航空母舰 USS Enterprise的名字命名 她大约在一年半前去世了 但当她去世时 她的租车公司 Enterprise 从那17辆车开始 到现在比市面上所有租车公司 加在一起都更值钱 这个人的名字叫杰克 泰勒 他的儿子安迪 泰勒 是我的好朋友 现在经营这家公司 他的孙子辈也在公司工作 他的曾孙辈可能也在这家公司了 他没有发明人工智能 他没有做任何看上去了不起的事情 他只是像布姆金夫人一样 进入了我们中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行业 但他遵循一个基本上的信条 取悦他的客户 并与他人合作 建立与他们的关系 这样他们就可以一起更好的服务他们的客户 他可能无法去亲自运营每辆出租的汽车 但他学会了如何展现自己和他对待客户的态度 他渴望与自己的每个客户成为朋友 他把这些非常普通的汽车从无到有 变成了非凡的企业 真诚地取悦你的客户 这说明了几个观点 首先 你不一定一次就做到完全正确 我是指汽车租赁业务 基本上你是根据资金成本来竞争的 当你只是给客户一辆车 告诉他们每月寄一张支票给你 五年后你会回来取车时 是很难取悦客户的 在那个时候 捷克的天才之处是被浪费的 至少在那个行业是这样 但在40岁时 他有了自己的经验 找到了金钥匙 把一个非常普通的业务 变成了一个非凡的运作 就像布姆金夫人 在家具行业里做的那样 他不在乎联邦储备银行 是否会收紧或放宽货币政策 他不在乎股市是涨还是跌 他不在乎他无法改变的事情 但他的关注点 集中在唯一他可以改变的事情上 那就是客户的体验 我去看过这家企业 这家我错过了的公司 我去了佛罗里达 试图说服他 把这家企业卖给伯克希尔 他很聪明地没有答应 现在公司的价值 可能已经是我那次拜访时的四倍 他足够聪明 他知道他会发现核心业务 就像你们可能知道的 亨利 福特在1903年 成立福特汽车公司之前 失败了两次 考验不在于你第一次 就得到世界上最好的商业想法 而在于你是否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保持成长 了解自己的优势 你能为客户做什么 你能带来的是什么特殊贡献 要做到这一点 你需要日复一日 真诚地取悦你的客户 我看过很多企业 但我从未见过哪一家真正取悦客户的企业 最终不成功 我不知道我这件衬衫是花多少钱买的 但我知道它是在哪里买的 我会记得我是如何被商店接待的 你可能因为时间太久 忘记了价格 但你永远不会忘记你是否有过好的购物体验 或者是糟糕的购物体验 你会发现一个获得好的购物体验的顾客 有过被取悦经历的顾客 在想要买其他东西时一定还会回来 同样的 如果记忆是粗鲁冷漠等等 你一定不会回到那里 作为小企业主 随着业务的成长 你要展现对于客户体验的关注 不仅是自己要亲自取悦 还要让其他员工都能办到 如果你自己没有感觉到被公平对待 自己的观点没有得到适当的考虑 你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你确实要通过他人来帮助自己提升 这就是领导力的价值 我建议年轻人来到奥马哈 我们有很多课程 这些课程的关键是在你的个人生活中 你可能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 比如与谁组建家庭 这非常重要 要让自己身边围绕着比自己更优秀的人 比自己做得更好的人 这样你也会越来越出色 从这个方面讲 我非常幸运 我有我的老师和朋友以及配偶 他们确实是比我更优秀的人 而我也有足够的意识向这些人学习 如果你自己表现得更好 生活就会更好 因此我建议你寻找生意上的伙伴 生活中的伴侣 无论如何 寻找那些真正能成为你榜样的人 而不是那些你认为需要自己去改变和教化的人 以及诸如此类的简单原则 提升客户满意度 与那些会让你走上更好道路的人交往 他们会助你行之长远 这些原则给罗斯 布姆金带来了价值15亿美元的生意 尽管他连英语都不会说 顺便说一下 自那以后他没再投入过本金 那2500美元就是他全部的本金 他将其全部投入内部拉斯加家具市场 看看他的这家企业 我不知道他的家庭账本是否也这样 但我猜应该也是的 很少有新的股本 被添加到运营多年的企业 好的生意自己会运转 The business built on itself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 我非常敬佩这个群体 在场的中小企业家 我正在这里看着2200位 我很敬佩的人 我会为你们加油 我可以告诉你们 美好的未来即将到来 生意会 最后 就是让你来